我祝福在天地间的 都赞颂真主 智洁的 万能的 智锐的君主 超绝万物的君主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 却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 并培养他们 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 尽管以前他们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并教化还没有赶上他们的其他人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这是真主的恩典 他把他赏赐给他所抑郁的人们 真主是有红恩的 奉命遵守陶拉特而不遵守者 例如脱金的驴子 否认真主的迹象的居民的比喻真恶劣 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 你说兴奋优太教的人们啊 如果你们自称是真主的选民而排斥别人 那你们希望早死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者 他们因为曾经犯过罪 所以永远不希望早死 真主是全知不义者的 你说你们所逃避的死亡 必定与你们会面 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民的主那里 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信道的人们啊 当聚礼日招人礼拜的时候 你们应当赶快去纪念真主 放下买卖 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当礼拜完毕的时候 你们当散步的地方上 寻求真主的恩惠 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真主 以便你们成功 当他们看见生意或游戏的时候 他们离散了 他们让你独自站着 你说 在真主那里的 比生意和游戏还好 真主是更善的供给者 我让你来看生意和游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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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生意和游戏的东西